嘿 哈囉大家好 我是Erica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耳 我們今天來到通話夜市 這邊 因為我們聽到很多網友 叫我們介紹夜市飲食堂八百四 裡面有很多網友,結果我就看到一個 然後我想說 有嗎? 隨便,反正就有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 算了,我需要說出來 對,我就當地人 不是,他在這裡 當地人推薦了 來通話夜市必吃的美食 怎麼辦? 不好吃就 打我嗎? 好,我們現在好像滿的糟了 因為我們希望在 還沒有太多人的時候 趕快來開 對,不然我們會計死在這裡 但也好像因此 很多店都還沒有開 對,而且我們非常的白癡 我們今天是全來禮拜天來拍攝 禮拜天有非常多的店家都沒有開 所以有很多本來想介紹 但是還沒有開的店 那我都會在留言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我才會講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我就不說 完全沒有人回 對 因為我怕我講了之後 然後根本就沒有人在乎 好難過 其實通話夜市的食物 快要到中間這段才會開始漸漸變多 你覺得那家好喝嗎? 我覺得飲料沒有什麼涉獵 因為我不喝飲料啊 所以我沒有辦法推薦夜市真的好喝飲料 我覺得都差不多 那我們待會兒去吃的地方有喝的嗎? 沒有 有有有有 因為我現在要帶大家來的就是 米粉湯 再晚一點 它生意會有點太好 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喔 妳好好拍喔 那有嗎? 我覺得妳拍的不是很OK 妳要點什麼? 我點了一碗米粉湯 五千吉色 五千吉色 這米粉湯超豐盛的耶 對啊 竟然還有料 對啊 我本來 奇怪 我不是今天我戴著墨鏡出現 所以就是對我特別的好嗎? 妳之前來沒有料嗎? 沒有料 我之前聽說南部的米粉是細的 北部的就是這種粗粗粗的 它湯很有味道對不對? 我之前吃米粉湯 很多的米粉湯 它的味道會很重 是喔? 那我覺得這家很難 蘿蔔蠻軟的 為什麼今天要戴墨鏡? 我覺得臉很腫 今天在宿醉的狀態 我眼睛突出來了 還要講那麼直接 哈哈哈哈 它鳳丸很好吃啊 不知道為什麼顏色是 像紅紅的 鳳丸不是顏色都是紅的嗎? 就是灰灰的嗎? 紅紅的啦 對 新鮮的肉都是紅紅的啊 而且其實以前很多人問我說 我要吃紅花夜市那間米粉湯 我想說過妳有那麼有名嗎? 其實最近名店太多了 好久也被掩幕外人太重了 這邊怎麼有一個那麼神奇的光 太陽今天下山 我開始不能戴墨鏡了怎麼辦? 我每次走在夜市 然後聽到他們放音樂 我就會想要流動 尷尬耶 如果晚一點的話 它中間這邊就會有很多彈酥 我最近還滿熱愛 有一個外國人在賣的一個 像是 蛋糕?甜點? 喔對 甜點 提拉米蘇 喔 到了耶 這家妳是不是帶我吃過啊? 這家很搶 它好吃的東西太多了 我覺得有點難揭曉 我覺得哪幾個都好吃 我覺得它的小火鍋很好吃 我每次來這邊都點 茄汁牛肉 好多喔 但我覺得我會吃不完 它既然叫做臭豆腐 就一定點個炸的 它炸的很強啊 然後它燙的臭豆腐也很好吃 你覺得我們吃得完兩次嗎? 好難喔 你說捨棄鍋 然後就兩個臭豆腐嗎? 或者是臭豆腐也就只給一個就好了 它一個多大啊? 它一份三款 那可以啊 吃得完嗎? 就點吧 麻辣臭豆腐先上 那我們就先吃麻辣醬 然後炸的也來了 炸的也來了 炸的也來了 炸豆腐很久了 這間臭豆腐開飛還不是久了 從我小時候 我爸都會帶我來 天香臭豆腐 是我私心覺得童話街 劣勢周遭更好吃 它們的味道是很自然的 不自然是什麼樣子? 不自然就是那個辣椒的辣度 你會很明顯的知道 那是化學辣椒 然後這個辣椒就是 你就是喝得出來 它是很千然的味道 然後真的有放花椒那邊煮 它豆腐很入味 它豆腐很強 這個小辣豆腐 然後就是小辣 有一些店裡 都小辣就因為我會噴汗 我本身是個還蠻能吃辣的 所以我覺得是 通話街上的一家 你知道嗎? 我就在講它 可是我想說不好 可是我還是會吃 雖然我會講 而且它裡面放了很多金針乳 我的愛 而且我很喜歡就是 搭配那個酸菜 超辣的 你看它好蒜喔 你不敢吃蒜嗎? 我敢吃之後 我怕喜歡沖 好會啊 它很酥脆 會 但是它把泡菜這樣 塞在它裡面動 可是我每次吃的時候 泡菜都會掉出來 然後再放一點香香菜 有人不敢吃香菜了 你現在是覺得我有什麼困難 這真的是外酥 麵卵 然後又多汁 好扯喔 它那個醬料味道超得很好 來通話夜市怎麼可以不吃天香臭豆腐 那你來幹嘛 它是我想要拍這支影片的動機 因為它沒有入圍秘密的 我覺得很失望 米其林你看到了嗎? 這 你已經不介紹了 好那既然就為了這一家拍 我們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掰掰 嗨 有毛病 我們現在走到鏡頭 想做消化一下 因為我吃不下了 超級弱的 我想很廢的買一杯飲料 很多夜市都會有這種 泰式奶茶 香蕉煎餅 有嗎? 是連鎖的喔 小意啦 反正每夜市已經有一間賣這種東西 你剛剛點的是什麼? 泰式奶茶 讚! 有點煎餅 因為有人吃不下了 你要說我嗎? 你要帶我去哪啊? 我們好像來到一個巷子裡耶 對我現在要帶你去 呃不是在最熱鬧的那條街 是在通化夜市的 往信義路方向的 兩條巷子隔壁 信義路方向的兩條巷子隔壁 喔這樣是不是很好懂 因為我最近一直被說 我很不會暴露 這樣聽得懂了吧 我聽得懂啦 但我不知道大家怎麼聽得懂 就是通化夜市在這邊嘛 然後你要往這邊是信義路 然後你要往信義路 你剛剛說你很不會分辨水餃好不好吃 因為水餃是水餃味嗎? 就是腳皮啊線啊 我們後面剛剛有一間 青島水餃 也是在地人有推薦的 欸好像不是這條巷子 等一下我們迷路了 沒有在前面 對不起啦 我們這一集可能會錄了半個小時 而且我好像講錯了 不是隔壁隔壁條 是隔壁隔壁隔壁條 好遠喔 它根本不是通化夜市的半程 是啦 這裡都還是在 你看我們後面都還是吃的 通化夜市它真的不是只有一條之間 你要往旁邊分散 你要開枝扇葉 它好吃的東西其實很常 都是在邊邊角角 這邊是住宅區吧 等一下你們看 你給我拍下來 我們前面是一些什麼 你看我們前面是住家門 它相反是在某人家裡這樣 我剛剛前幾分鐘是不是還自以為說 我就是有辦法讓你避掉人 朝著身上 是是是 你跟路吃出來就是 後面不要安排事情 因為你不知道會走多久 我下這刀削麵啊 不行 你眼睛瞎掉 喔喔看到了 糟了吧 是不是很難找 它現在是要半均勻 你看它牆的地方 你只要半均勻 你還就直到 這不會半這種東西耶 我每次都很緊張 你覺得我看起來有多好 沒有 你真的先從旁邊把它攤起來 之後再想辦法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鴨油 所以你這個飯就是超香 我真的覺得我很賢慧耶 完畢可以加了 都是飯 沒有它的飯間很好 就爛了就爛了就爛了 沒有配你嗎 它有飯不一樣 它有嚼勁 我很怕穿那種超軟飯 配點它的鴨肉 它的主要鹹味來源 就是在它的鴨肉 因為我的鴨肉 它很難講 就不知道 它不完 很嫩 但你剛剛三個正餐 最本來的 不要因為在老鴨湯 你就有壓力 我最喜歡臭豆 因為臭豆我真的太厲害了 我覺得它很香 我也很喜歡吃臭豆 我一直在尋找那種外酥內人 而且它還有爆汁 看我很意外 我選不出來 每一個都是我從小吃到大的東西 而且還有很多我的愛我沒有介紹 我真的很傷心 為了我的胃跟你們道歉 我的胃就很小 有沒有發現我們漸漸的墨鏡消失了 很累耶 那墨鏡現在天黑了 現在戴墨鏡要死精明走 我們現在又回到夜市裡 墨鏡小草 就也是秘密的推薦 我小東西還蠻常吃的 你覺得怎麼樣 不然如果年紀大的食量變大 我覺得它肉越來越少 逆價上漲 它味道是真的好吃 真的好多 不行 現在在九份育園 到了 然後現在是 趁還沒什麼人排隊趕快買 對我要趕快去 這平常都會排到哪裡啊 差不多就在後面兩個 後面也還好啊 因為會擋到別的店家 真的良心建議 你應該要做號碼拍 剛剛最一開始跟大家說什麼 一碗冰 然後把兩份育園 因為它育園蠻少的 它總共可以點幾份料啊 是的 這間就是要吃它的育園 可是它每週給三顆而已 這個因為它的位置太少了 所以有點太擁擠 所以我們決定要去 我的四方咖啡廳 這是大人要吃的 因為我很喜歡三杯 然後也很喜歡玉米 可是它把它合起來 就是完全的愛 完全我的愛 所以我想挑戰看看 好啦幫我吃菜看看 這是完美的食物 幫大家試菜 然後這樣60塊 這樣貴 可是你如果去吃酒 五點份量的話還會更少 它還要先點現炒 真的滿好吃耶 有點這樣 三杯大人 我覺得有點緊張 安全 真的假的 剛剛有一種驚喜的感覺 就是那個甜甜的味道 三杯就這樣 哇 好好吃喔 剛剛兩份所以是六顆 你剛剛有六顆 哈哈哈哈 沒了 我不可能 直接找 對嗎 這個是嗎還是這是地瓜 地瓜就是一樣 他們是地瓜圓跟育圓 他們都叫育圓 我先吃嗎 你先吃啊 這我知道味道啊 然後你喝 你喝糖 你喝糖 請問黑糖水會有什麼不一樣 你告訴我 我不知道 有的就很香啊 一口 它育圓很大殼耶 這也是我從小吃 我也以前從小吃 很軟 很好咬 我爸來通化夜市 就是會吃甜香臭豆腐 我來通化夜市 我覺得是九份芋圓 可是它以前沒有那麼多人 芋圓要怎樣 芋圓應該要很Q 然後要芋味 我覺得都很好 真的嗎 對啊 它很軟的Q啊 芋味我也覺得很好 欸它為什麼變小 怎麼會變那麼小 它就是很巨大很巨大很巨大 因為它很巨大 所以它外面那層那個 不知道該怎麼說 你知道芋圓用水煮過 它外面會有一層那個東西 然後因為它的厚度夠 所以你咬進去 它裡面就會 有一種不一樣的細節 你懂嗎 你懂嗎 就是它裡面 它裡面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細節 好甜 一樣嗎 不一樣啊 可是男生不懂甜點 好 而且我們剛剛已經 過了一小段時間了啦 好吧 它會變質 它是好吃的啦 可以啦 不錯 我怕人家不相信我的嘴巴 你知道我們剛剛才花了多少錢嗎 370 總總共370 讓我們兩個吃了澄澄 還有吃甜點 還是純粹我們兩個胃太小 那如果想要繼續看我們做夜市推薦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也 我其實是自己很想再做第二集童話 接美食推薦 因為我覺得我很多沒講到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一集就把它介紹完 因為我吃不下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只要幫我們按訂閱 幫我們分享 對 分享 訂閱 留言 按讚 掰掰 掰掰 咯